- 后期是你的作品? - 后期弄完以后发型了,不是要去后面剪 - 好好剪,好好剪,对 -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佩服他这样一种心态 - 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我不说我的这个穷史了 - 我就觉得我做不到这样子 - 所以的话现在可以说这个摇滚跟我们带过了更多力量 - 那今年夏天我觉得真的是很重磅出击的这个青春万岁 -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之前那些殿堂级的人物给你们一些影响 - 因为这个专辑这个单曲出来之后 - 会有很多明星都是大咖级的人物 - 包括我很喜欢这个变岸乐队当作叶世荣老师也有祝福哦 - 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信乐团的单曲 - 青春半岁首发成功,祝贺专辑大麦 -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信乐团要发单曲了 - 听说这首单曲叫青春万岁 - 它们用歌声向青春致敬 - 再度打造青春剑摇滚的时代辉煌 - 期待信乐团的新专辑大麦,一定大麦 - 大家好我是刘立阳,在此要祝贺信乐团原创单曲青春万岁首发 - 大家好我是齐晴,那么信乐团今天首发单曲青春万岁 - 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两年的时间,那么终于等到了他们的音乐 - 那么相信这首歌曲一定会是他们带给大家还有歌迷们最好的一个限度 - 哇,这么多明星和大咖呢,都是我很喜欢的 - 像齐晴大哥啊,还有叶世荣啊,刚刚还有上节目的刘立阳 - 对对对 - 所以的话,是不是因为做这个摇滚,是不是因为这个必安乐队对我们有这样一些影响呢? - 之前合作过还蛮多次的,还算挺熟的 - 挺熟的是吧? - 熟到什么程度? - 熟到什么程度? - 说什么程度啊? - 嘿,你好! - 哈哈哈哈 - 然后就走 - 嘿,还记得我吗? - 至少也要七成熟吧 - 起码也要七成熟 - 起码也要七成熟 - 七成熟是可以聊天的那种吗? - 差不多可以了 - 差不多可以了 - 但是我私心那种话还不够,还不能输了 - 聊些场面话吧? - 因为到底呢,所谓熟的话 - 但是就是说不会超过那个奋计啊 - 因为你看像我们跟叶世荣 - 因为是同个公司 - 同个公司 - 所以我们跟他的话 - 因为像我常常在公司碰到他 - 其实我可以在这边讲一个 - 就是像我之前有一次 - 其实那天很晚 - 很晚我去我们公司 - 然后我碰到叶世荣 - 他在做什么? - 做什么? - 他在做什么? - 他现在他一个人关在我们公司 - 那个录音棚里面 - 然后而且你也知道现在是夏天 - 然后我们公司到了晚上 - 中央空调 - 中央空调都关掉了 - 其实很热,里面很闷 - 然后因为他最近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演出 - 所以他在里面练唱 - 我到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当天的 - 晚上大概19点多10点 - 然后我们公司里面另外一个同事告诉我 - 他6点钟就来了 - 我说啊? - 他6点钟 - 然后结果当他练完的时候差不多 - 大概11点有了 - 大概9点多10点到嘛 - 他练到11点 - 所以他大概整个晚上都在那边练 - 他在练唱 - 之前你回台湾的时候 - 我去看他都在练鼓 - 对 他在练打鼓 - 他在练打鼓 - 他比较的鼓手嘛 - 他练打鼓 - 所以你看就是说 - 你从看他你在放大 - 去看以前的比较 - 那当然现在他们所有的歌一直流传下去啊 - 因为他们现在是这个 - 我看到的世忠他是用这个态度 - 现在在面对他的工作 - 你说所以我就觉得 - 对啊 - 对不对 - 就是所以 - 我看了我就被感染了 - 那我们 - 所以我对他其实是真的很 - 虽然是他这个人很亲切 - 他什么都可以聊 - 但是我们跟他熟归熟 - 但是我是对像他们 - 我的一定是很 - 敬重 - 对很敬重 - 如果文贵 - 天 - 正